音量有些东西 音量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 波斯契法编制的一个配件 那我们就是有利用这个圈 大小圈的差异 让它变成一个 比较稍微菱形的一个配件 好 那我们先把那个 我们配件所需要用到的 细圈 我们先把它摆好 这样子你比较不会 就编制的过程中 缺漏了哪一段这样子 这个是最小的细圈 两个 然后 在 中的四个 大的四个 再 中的四个 小的两个 我们先把它这样子摆好 然后我们再拿起来做编制的动作 那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接做配件 没有再跟任何的九字针做结合 所以我们先取一个小的细圈 作为那个 连接环使用 那这个连接环 我们先把它套入 毛根 比较方便 因为它很小 现在开始编第一段的那个 就是 我们把这个最小的细圈拿起来套入这个连接环 同样的位置 再入一个小的细圈 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们先以这个拜粘挺的方式打一个底 那接下来在这个两个小细圈上面 再接两个中的平行圈 已经完成两段了 那第三段一样是两个中的平行圈 你要从内往外 或是由外往内都可以 这里没有差异性 那接下来要做 拜粘挺的技法 这两个 第三段的两个环 你要前后或者是左右都可以看你的习惯 那如果像这样子把它左右打开 或者是说你讲前后打开 然后再把中间的这两个比较高的 再左右开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刚才第三段的那两个环在这个中间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是如果你要比较好编制的话 你可以 就是我习惯会是这样子做 就是把这个左右开 第三段左右开 然后第二段前后开 握住这两个 这个跟这个 就是第三段的这两个环 它就会鼓起来 往上顶 顶 顶出来 那你就比较容易勾到它 因为我们要勾的是第三段的那两个环 要由第二段的中间进去勾 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大的环 这样子套进来 勾到它 这样子套进来 同样的位置我们再入一个 然后再往下 你们发现它这个两个跑下去了 不要管它 因为它的位置 这两个现在在侧边看到的圆 如果它往下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怪怪的 不对了 不要怀疑 因为它会跑 它现在目前还没有固定 它会跑 所以我们现在就 在同样的位置 我可以这样子稍微的抓住 然后我比较好 勾这个 中间那两个环就可以 你只要确定第二个环 跟第一个环是在同一个位置就好 然后确实密合 你看这样子 你会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两个环往上拨 它就回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开始就是 颇色的技法 在这个 侧边来看的话 它有两个朝右开口的疤 那我们现在要入的是那两个 最后加的那两个大环 这两个由侧边看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刚才加的这两个大环 上下放的时候 你会看到侧边 会有两个 就是 往右侧开的一个疤 会有这样子一个疤 那我们现在要入的是 这个疤跟这两个环 刚才最上面的 最后加的那两个大环 所以我要先入这一个 八的 这两个 右侧开口的八 那两个环 然后再入这两个 最上面的 最大的 最上面的那两个环 你会发现它是 这个是立起来的 那这两个 刚才前一段的这两个是上下重叠的 那这个是立起来的这个 它有穿过这个前一段的这个八的部分 两个环 再加上这个平行 上下平行的这两个环 那这是 这个是第一侧 那还有另外一侧 你把这个支带翻一下 这边看不到 这两个中间的环 变成立起来的 对不对 我们要让它还是平放的 上下跌放的 你就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八 也是右边开口的八 那我们一样 一看刚才的方式 在这一侧 再加一个大环 先勾那个八 再勾那个 入那两个 上下重叠的那两个环 这样就完成这一段 像这样子 在 一侧来看的话 这边侧的话 就是八是一直往右开 但这是 前后 那上下的呢 上下的部分 刚好颠倒 这个八是往左边开 你会发现这两个 这边左边是开的 那在上下的这个的话 是八是往右侧开的 那我们每次夹的部分 都是要勾这个 开口是往右边开的 这一个 这样子才有办法就是 勾起来 因为你要 我们要勾两段 所以你才勾得到这个 上下重叠的话 刚才最后加的是在 侧边这个 就等于是 我们刚才加的是这个 这个 那我们现在要勾的是这个 刚才完成的那一段 那两个环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 你变好之后 你会这样子 合起来 那你就要勾那个 最上 看起来 最上面的下面的那一个 就等于是 中 藏在中间的那两个环 我们要在这个 两个环的上面 再加两个中间大的环 那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两个环 跑来跑去的 因为它比较小 它跑到外面去了 这个跑到外面去了 没有在两个大环的中间 两个都跑出来了 没有在中间 那这样不行 那我们要让它在这个 大环的中间 稍微的让它垂直一下 它就会跑到中间来 就你拿的方向 我们稍微把它拨进来 拨进来之后 你稍微打垂直的方向 它就不会跑 那这个我们还是 一样要拨一下 好 两个都进来了 可是它这样子 非常的容易就是 跑掉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用一个毛根 把它先固定起来 这样子 拉住它 它就不会跑 好 这样子它就不会跑到跑去的 这怎么跑也是在这里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一样就是 波式技法嘛 我们还是一样 要在这个 右侧开口的巴 这个巴的上面 跟这个最上面的这个环 要再靠一个 两侧都要再加一个环 把他们两个勾起来 固定起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 取一个中间的环 勾这个巴 两个上下重叠的 右侧开口的巴 然后再勾这个 刚才加的那两个中间大的环 那这里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就是滑掉 那我们可以把它靠在这个桌上 然后再来固定 因为它稍微会跑 它会缩回去 因为它小 这样子 一侧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还要再勾第二侧 那第二侧的一样就是 把它翻过来 转一下 这个巴 是朝左边的 不是我们要加的 这个 朝右边的 那这边 少一个环嘛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环 勾这个巴 然后再入这两个 最上面的两个环 那一样稍微就是靠在桌面上 会比较容易 这个会更难固定 好 所以就是稍微靠在桌面上 我们更好作业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毛根拿掉 有没有 它已经就是 一样就是 这样子 上下勾处两个 好 那一样再继续编 因为我们今天是把这个圈圈做大小的变化 那如果你不做圈圈大小的变化 那如果你不做圈圈大小的变化 你持续你都用同样的圈圈来变的话 它就是一个破式的一个长链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技法都一样 只是圈的大小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勾这两个 看起来比较下面的那两个中间的环 同样的位置再加一个 最后一个最难加 像这样子 它有套到那个 刚才第一个加的那个环 这样不行 因为我们要平行的 不可以是交叉圈 只要有交叉圈的话 就拿起来 再重来一次 那我会习惯就是把这个放在下面 已经完成了放在下面 那我勾它的上面 因为这样我可以避开它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一个 波斯技法的一个菱形的配件 那它可以跟那个 就是 其他的素材 就是珠子 我们可以用九字针的方式去编制 然后组合起来 像这样子 刚才我们不是有第一个 我们编的时候有接一个衔接环 那那个衔接环 就是跟我们的其他的配件 做组合用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 再跟配件做组合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变化 它也可以单独 就是二环 下面接一颗珠子就好 接一颗比较漂亮的水晶 也是可以 然后上面接耳勾 上面接耳勾 下面接珠子 或者是你不要 你就这样子单一个 也可以 那也可以做为坠子 坠子的话 你就是这样子一个配件 然后上面加一个比较大的水晶 它就是 然后上面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要做一个 放一个大一点点的西圈 然后让我们项链去穿过 可以穿过这样子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变化 这个就是波斯技法做的一个零行的配件